大家好 我是貓哥 你現在看到這條影片就像圖文不符一樣 沒錯 其實這集是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其實我小弟我沒有辦法 因為有事在生 所以沒有辦法去前往澳門做一個拍攝 但不要緊 你們看到的題目是真的有這件事 首先多謝Pok Race 以及Tiny 邀請我們前往澳門進行一個賽車的體驗 看看澳門的賽車以及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這次也交給了兩位突藥記者 Matthew 和 Kobe 幫忙做一個拍攝 大家可以去觀賞一下現時的一些特別情況 我們在這兒的看法會不會很快 我現在在做一個拍攝 然後再推出一下 後面就要留在家裡 然後再推出一下 包含水 再推出一下 包含水 再推出一下 包含水 再按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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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水 大家好 我是你們特派專員Kobe 很開心可以來到第70屆澳門Galapaisy大賽者的現場 看到我是否覺得很特別 平時是貓哥 說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空所以來不了 我相信在家裡是極度羨慕我 我也收到他們的指定 買了很多想要的東西 很感謝今天Tiny和Port Race 邀請我們來親身體驗一下賽車的魅力 我相信大家都等不及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現場有什麼看 好 歡迎來到我們Port Race的攤位 今年其實我們主打一些 當然來到澳門一定要有澳門賽車的 我們正在做一個推廣價 會場推廣價 包括後夫 和以往的WTCC賽車 其實都是Port Race的特色 當然有一系列的Port Race產品 包括我們業賣的FL5 Golf GTI Giara Yaris 這些其實不單是拿上手 我們這次是開設顯示器給大家看 所以是有足夠的現貨和顯示器 可以看完車再決定 這次的重點來了 還有兩款是全球首賣的 Chrome的產品 第一款是Pencil Oil R34 Stagia 其實它之前推出過一架上品 是用以前日本JGTC的Pencil Oil R34的拉花去致敬 這次再做多一架 全Gold Chrome的 再加上碳纖維車頂 格調是完全不同了 另外一部就是Machi 李英健先生是日本賽Super Taikyo的一架NSX 這架也是模具手法紫綠色這架 Chrome的 這架我個人看到這架NSX是超水準發揮的 還有可以有一個開導引擎改的功能 這次這架也是在這裏手賣的 提一提 之前我們可能推出過Aster Martin 是為了Event去製作拉花 而這架真正是落場賽的一部 所以包括日本Super Taikyo 贊助商 車輪的貼字 我們是做足的 這幾架是今次的手賣 item 還有一些 贊助商 Vacos Project Mew的一些精品都會在這裏賣 還有 說到A5 Racing 當然還有T-shirt 這次仍然是跟Ape聯名的 是出現今年的AMG GT3賽車 在這裏都是獨家手賣的 你身上的那一件 是啦 是啦 正正就是這一件 有黑白兩隻顏色的 我們這裏有齊碼 這款女仔穿得很OK 是呀 很簡單的一個設計 都有一些比較細碼的尺寸 就不會說 哇 買到只每次都是 我看見你們有很多特別的產品 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有什麼好標誌是一定要看的 我們這一年最特別的就是這個T恤 這個T恤是澳門大駕車60周年的時候 有一首主題曲叫做No.1 那時候政府就是體育局 跟澳門歌手搞了一個比賽 拿了冠軍歌手 我們就找他出來 在今年七十周年去延續的這件事 我們將他整首歌放在一件衣服那裏 做了一個設計 還有一個豪邁的就是一個綠色的 我們叫做綠色的Gear的款式 就是一個澳門跑道整個賽道 然後下面我們就做澳門特色的就是浦文 我們就把整個賽道裏面 最特色的一些彎位 浦文就全部列出來 就是一個比較資訊性 還有一個排版上 都是比較多人選擇的 一年七十周年 我們都好幾個的民創攤位 都是官方暖程的 都是多謝政府 就是給我們機會在這裏買 對 來到晚上 Pok Race 就搞了一場晚宴 邀請我們一些媒體 以及一些媒體 其他媒體 還有一些商店 去共聚一齊 去講一下他們的一些產品 以及來年會推出的一些東西 聚受一堂 你看現場 非常之多人 以及熱鬧的感覺 都非常良好 當中值得留意的 當然就是這三部其中 兩款的GTR 以及一款女巫神 開到蓋 非常之正 我沒想到它這麼多地方都可以做到打開蓋 尤其是Benz那一部更加優秀 非常之期待 同場亦都有不同的開到蓋 RX7 以及GTR 其實來年 他們主張的都是盡量可以在車本體之外 展現更多的細節 在內部的結構 亦都盡量想去表達得更多 以及清晰 F-L5 以及EVO 還有一些客人可以換 非常之特別 我自己這樣看 為車仔市場 帶來一個全新的動力 同場亦都有說 他們來年會發售的一些款式 以及當中的一些細節 包括有190E EVO 2 以及舊款的Benz 這些車其實都是大部份 可以打開蓋 以及一些細節位 2024年可以說是一個打開蓋的一年 我們就非常值得去留意 Potrace 以及一些細節上的變化 大家看到Stinger 亦都會有出的 非常期待 這些車型 我自己是非常棒的 喜歡的這款特別的泡沙版車 我們看看第二天的情況 來到第二天 我們去了Potrace 看到Ever Racing Marchi 老闆的這部 AMG GT3 是一部很特別的車 用上了紫電道紫色的迷彩 配上鮮綠色的主色 簡直是初號機的味道 非常濃郁 其實在細節上 看到有啞色的 以及電道色 玩具 不知道到時候呈現的情況會是怎樣 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 因為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又喜歡初號機 我們看看其他露面的情況 露面的情況 其實在場的Potrace 亦都有很多 密羅緊固的機械C 為每一輛戰車作準備 盡量把最好的質素提供給車手 亦都希望他拿到好成績之餘 亦都令到我們觀眾有最佳的視覺效果 非常之正的 其實每一場賽事背後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處理不同 大大小小小 一顆螺絲 一個士巴拿 甚至是機器的一些東西 只要有一點差錯 就真的很嚴重 你們會看到 真是非常棒 不知體驗才有 好了 這裏就是露面的情況 看到亦都準備了 GR86杯賽 以及一個BRC 同場亦都有一輛很特別 都是有Potrace粉的一輛車 大家可以看到 特意拍攝了給大家看 一輛藍色的 背部也很漂亮 看看出車的樣子 看完路面 現在要看看地下停車場的情況 可以看到 會佈滿著不同的賽車組別 在停泊 以及做一些維修 或者貼貼紙 或者各樣的測試 在調校 亦都會在這裏看到 大家會看到 是領黑車隊的這輛車 非常之正的 上當不錯 還有工作人員 勞碌地推到他們的攤位 準備 還有FL5 很棒 我們看看路面的情況 又看看 看看TCR組別 當然這輛也是 Audi 的戰車 很棒 其實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亦都會有不同的路面 去看不同的事情 看到路斯豪這輛車 集合了香港人的善心 這輛車非常之特別 但是 希望它明年 會順順利利 可以再拿幾個杯 回來給我們香港 非常棒 其實看到這輛車 真的蠻感動 亦都自己非常之喜歡 希望它之後 亦都可以再接再禮 夏年再禮 希望我夏年都可以來 好了 可以看看其他 關於Audi 的車 這裡亦都看得到 這輛車主要的 很特別的車 最後亦都看看 盧思豪的英姿 走了上去 我們要拍到一句 完了之後 我們就去了 Quad Race 邀請我們去做一個 賽車的觀賞體驗 這間 就是雅神酒店 我們做一個高空的 一個在上面的網絡 去感受一下 賽車的另一番體驗 你看 多高 從高角度看下來 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賽車的情況 會是怎樣 除了路面之外 亦都有特約記者Matthew 在另一個看台片 為大家進行拍攝 可以看到非常棒 這個效果就是這樣 大家已經看完整條影片 其實賽車就完美了 落幕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已經完結了 但希望下一年 亦都可以再去做一個拍攝 讓大家看到更多的東西 特別名謝 這次真的要感謝 這次Pot Race 和 Tiny 搞的 這個Event 其實是有兩天 第一天 我們都沒有人可以去到 因為始終還是上班 沒辦法 有多謝Diorama Lab 這個Alex 他很好 願意分享影片 和一些相片 讓我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影片裡面的 一些Pot Race 未來的發展 以及一些 灰舞 以及一些特別的 組件 非常之多謝他 另外 就多謝 Kobe 以及Matthew 兩位特派記者 這麼努力做到事情 非常之好 就是拍手像 希望下年 我亦都可以去拍攝 大致就是這樣 接下來 會繼續做開箱 以及繼續做改裝 非常之忙 12月 因為年尾 大家無論在什麼時候 都是很忙 準備收明年 2024的Ready 也都完結這個23年 非常之特別 今年真的大豐收 不說那麼多 我們下一集見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好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讚 最重要 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最後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